一场牢狱之灾 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纸无罪判决 原则被告人张文说无罪 纠正产权冤错案 法院的判决如果是错了 那也是非法判断 在纠错的过程中建立防范原假错案的长效的机制 施下长效定心丸 对保护企业家的创造精神产生积极的影响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 各位朋友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忠 事业正不断发展的时候 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诈骗罪 单位行贿罪 挪用资金罪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直到2013年2月刑满释放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 对原审被告人张文忠诈骗单位行贿 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撤销原审判决 那么这一案件是如何被纠正的呢 全体起立 原审被告人张文忠 原审被告人张伟村 无罪 原审被告单位 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无罪 无罪 原审判决 已经执行的罚金 及最交的财产 依法 予以返还 最高法院依据法律啊 做出了这样一个客观公正的一个判决 那么我们的心情呢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让我蒙冤十二年啊 终于彻底平反 我也相信呢 这个案子 它是落实产权保护的一个新起点 张文忠 物美集团创始人 1994年创办物美超市 2003年 物美在香港上市 2006年 物美已经成为国内大型的民营流通企业 正当张文忠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打击突如其来 2006年 张文忠被带走调查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检察院认为 物美集团存在假冒国有企业 骗取国债贴息资金 和单位行贿挪用资金等行为 指控张文忠犯诈骗罪 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 并于2007年12月25日 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及公诉 2008年10月9日 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处张文忠有期徒刑18年 对于指控我的三个罪名 我一直呢 是不服的 在一审判决中 张文忠的一项主罪是诈骗罪 关于诈骗罪争议焦点 集中在物美集团是否具有申报 国债记改贴息项目的资格 原审法院认为 物美集团作为民营企业 不属于国债记改贴息资金支持的范围 张文忠在明知的情况下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将物美集团冒充为国有企业的下属企业 通过承报虚假项目 骗取国债记改贴息资金3190万构成诈骗罪 其实这个呢是完全错误的 国家呢从来没有说民营企业没有资格申请国债贴息 和物美同一年获得国债贴息资金的 就至少有六个民营企业 而对于另外两项罪名 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 张文忠也表示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2009年3月30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改判张文忠有期徒刑12年 这对物美和张文忠本人都是致命的打击 随着张文忠被捕入狱 物美股票陷入停牌十个月之久 谈好的并购项目被迫搁浅 大量供应商催要货款 这是一个非常绝望 非常无助的时候 但是人总是要面对 你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在经历了一段彻底的崩溃之后 我更多的就转向读书 读书让他度过了艰难的时光 在狱中学习搞科研 取得了四项专利成果 服刑期间两次减刑 2013年2月刑满释放后 张文忠坚持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他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就是什么东西支撑你 一直不放弃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而且不光是对于我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对于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 要把这个事情要还原他的本来面目 2015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回了张文忠的申诉 但张文忠还是没有放弃 2016年10月 他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2017年1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张文忠案进行再审 那么最高法院经过审查 认为原审判决却有错误 所以呢就决定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 让张文忠看到了希望 当时也是确实是非常激动 因为没有想到 那么觉得呢 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了合议庭 召开了庭前会议 并于2018年2月12日 就张文忠案再审公开开庭审理 对原审中认定的主罪诈骗罪 所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 进行了重新认定 原审呢 他是认定这个张文忠啊 构成诈骗罪 主要理由呢 就是这个物美集团 假冒国有企业 去骗取国家贷款贴息 没有实际去进行这个项目的实施 经过再审以后 对这个事实的认定 就发生了改变 作为民营企业的物美集团 实际上是具有申报 国家这个项目的资格的 物美集团在申请项目以后 实际上是进行一些工作 比如说物流技术改造 信息化建设 从法律适用上来讲 即使申报材料虚假 但是呢 物美集团申报的这个物流项目 和信息化项目 这两个项目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是真实的项目 就诈骗罪的理解和适用而言 就不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最高人民法院经在审认为 物美集团在申报 国债记改贴息项目时 国债记改贴息政策 已有所调整 民营企业具有申报资格 且物美集团所申报的物流项目 和信息化项目 居属于国债记改贴息 重点支持对象 符合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式 和产业政策 故原判认定张文忠 张伟春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应当依法依语纠正 除了诈骗罪 张文忠的另外一个罪名 是单位行贿罪 单位行贿罪 那么原审认定张文忠 行贿两次 一次是30万元 一次是50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 物美集团在收购泰康公司 5000万股股份过程中 物美集团及张文忠 违反国家规定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好处费 构成单位行贿罪 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罪名 所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适用 进行了重新认定 实际上 物美集团和张文忠本人 他们没有从中获得不正当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经在审认为 原审被告单位 物美集团 在收购国履总社 所持泰康公司股份后 给予国履总社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赵某某30万元好处费的行为 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 也不属于情节严重 不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 在收购月财公司 所持泰康公司股份过程中 月财公司总经理梁某 没有为物美集团提供帮助 物美集团未获得不正当利益 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 张文忠并未向梁某支付500万元 物美集团的行为 不构成单位行贿罪 张文忠作为物美集团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对其也不应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故原判认定物美集团 及张文忠的行为 构成单位行贿罪 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张文忠的第三项罪名是挪用资金罪 原审法院认为张文忠伙同他人 挪用泰康公司4000万资金 归个人使用进行盈利活动 构成挪用资金罪 经过审查 认为挪用资金这个事实有 但是用于个人牟利这个事实 没有充分的正确证明 所以不符合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经在审认为 原判认定张文忠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 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应当依法御纠正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之前 河北省高院判决张文忠的三项罪名 诈骗罪 单位行贿罪 挪用资金罪 均不成立 从法院来讲 就要坚持这个罪行法定的原则 法律没有规定的 你不能认定他为犯罪 另外一个 一罪从无的原则 也就是说 没有充分的证据 证明 行为人都称犯罪的 也是不能宣告 这个行为人有罪 那么像张文忠这样的案子 为什么会错判 专家也做出了分析 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 它有可能有些行为是处于灰色地带的 就是刑事和民事的关系特别模糊 有的行为究竟是刑事犯罪 还是民事侵权 司法机关有时候判断不准 或者说有时候有别的力量的干预 明明是个民事纠纷 最后判成刑事案子了 专家介绍说 张文忠的涉案行为中的确存在违规 对于他的问题 应该采取民事行政的手段来处理 没有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 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 不能把违规行为当犯罪处理 在这起案件中 由于错误的司法判决 使得张文忠和企业的合法财产被剥夺 而企业家的财产被侵犯 是这一类涉产权冤错案件的共同特征 那么一判决 使得很多企业家财产被剥夺 同时这个企业 实际上很多企业就垮了 所以最后司法机关判决一个案子 所以它背后一定有权力人的合法的财产 被侵害被剥夺 这样一个产权纠纷 所有之门 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产权问题 什么叫所有呢 这个是我的 不是你的东西 就是我的东西 要分清这个东西 那我的东西我就不能 不允许人家非法的来侵犯 你法院的判决如果是错了 那也是非法侵犯 你事实搞得错了 对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为什么要纠正呢 针对存在的问题 2016年1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提出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 坚持有错必究 2017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这是在中央保护产权 保护企业家的精神指引下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张文中案 张文中案是最高法院 纠正的设产权纠纷当中的 第一起原假错案 所以这个案件应该有标杆性的意义 要在纠错的过程中 建立防范原假错案的长效的机制 防止一边纠错一边形成新的错案 这个案例是带有开创性 在我们国家审判历史上 它就是一个实在后面的人来学习 警示下级法院 你审判要更加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对哪些证据怎么看 怎么个对待 都有个歧视作用 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 保护产权 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举措 这让企业家群体深受服务 中央这个决定 我们感到高兴和勇护 对弘扬企业家精神 对保护企业家的创造精神 将产生深远和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 我们企业家看到了非常好的改变 特别是在新时代 我们要珍惜这个环境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大批优秀的企业家 而要让他们大展拳脚 就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 既要让他们受法律的约束 也能够让他们的合法权益 得到法律的有利保护 张文中案正是在全面依法治国 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的大背景之下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再审的 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的第一案 体现了党中央对保护产权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 对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家 人身及财产财富的安全感 也会起到示范作用 让企业家们安心经营 放心投资 专心创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